有聲音嗎 有 有 有 各位大家好 我叫大蟲 我覺得我比較幸運的地方就是 我是經歷過很多各個位階的農民的程序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也當過市場的經理人 就是傳說中賣菜的 所以早上很多前輩他們在做的事情 他們遇到的痛 其實我都可以很明確的感同身受 重點是我知道可能怎麼解這些問題 如果大家像這樣的問題有興趣 我們再私下討論 好 那首先我就說 我的重要經歷就是市場經理人 然後後來不小心大概就是挪威人 蠻奇怪的 長期看在我在網路上的努力 然後有一年就把這個雅然在台灣的代理權 交給我們 其實我覺得我很幸運的事情是 有這樣一個龐大的企業支持的我們 但是很多人沒有這個幸運 所以假設大家缺少一點動能的話 其實有時候給自己一點信心 總有人會看到你的努力 對 不過講實在話 賣肥料這個生意越搭品牌的越難賺 對 所以像我媽 我媽都說 我們這個 雅然這個品牌坊間叫船牌 我媽是 我也是賣肥料店的 小賣店的孩子 像我媽都說空的還沒準備 你們懂意思嗎 就是它的利潤最差 所以說但是 這個品牌其實讓我們蠻驕傲的 就是全世界植物營養的意見領袖 OK 這個嗎 好 按這個 OK 有嗎 沒有 可以嗎 好 那這 剛是我 然後這是我們團隊 那 這個品牌是全世界最大的肥料商 但是我們是跟他合作的最小的一個 全世界最小團隊 所以這個也蠻特別的 OK Let's go 下一張 好 那就麻煩你了 好 好 下一張 早上很多前輩他們在研究的問題 其實都是比較感覺抽象的沒有依據的 但是我做的工作的範圍感覺就比較幸運 很多東西都是有持續的進步 比如像這個無人機 我覺得就很重要 我歸了一層幾點 我看一下小潮 以前我們在農業的地方其實 即便到今天都是 就是說我們其實並沒有產生什麼數字 對 今天大部分95%的農業 也都沒有產生什麼數字 對 你沒有辦法用一個很特別的 真的數字去把它記錄下來 比如說我們這塊蔬菜田 你說總共用了多少 這次灌溉用了多少水 你問一個那個耕種已經超過20年的 那個種菜的農民 他會跟你說 就開下去 然後淹到滿 然後放掉 這樣 這樣是多少水 就不知道 所以其實這個是 農業普遍95% 目前遇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其實真的沒有 產生很多數據 那因為現在缺工 其實他們也被迫不得已 很多工具的運用 包括這個 無人機的運用 或者是低罐帶的運用 我很慶幸這個事情是有哪些方面 最主要就是他們終於可以產生一個數字 其實我們現在慢慢會想說 怎麼樣叫做有效率的管理 其實就是要把這些數字給產出來 所以一旦有無人機以後 這些數字慢慢就可以產出 下一頁 OK 謝謝 然後無人機也滿好玩的 無人機就是 它可以這樣到達 把正確的東西送到正確的位置上 這一點也是比較特別 就是跟以前開始有進步的地方 那他怎麼樣去計算這個東西的用量 那帶有幾個東西 像這個藍色的地方 它叫這個電磁法 它有多少這個議題被排出來 他們都會經過計算 那自己也會計算 就是這些計算跟紀錄 它都是自己產生的 然後也很省工 那去幾趟 整個田區的規劃 它也都沒有問題 甚至噴的部分 也就更均勻了 這些都是一個進步 甚至還可以這樣 很多這種模擬的圖形 就告訴我們怎麼樣把這個 它撒布的方式比以前更進步 甚至是肥料 這樣噴灑這些影片 都是一些更進步的表現 包括這個 它就是一個重量感測 你總共噴掉多少肥料 都可以被計算 它就在長在這個噴灑器的旁邊 這個叫做重量傳感專制 都是一切都是這些 農民也不知道他有這個東西 但是不小心 統統被記錄在這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未來 我們可以期待 過去好像很遙不可期的事情 慢慢藉由這些工具 包括滴灌系統 現在都會計算 自動幫大家計算 重量傳染機的真的樣子 長這個樣子 那包括這個噴灑的這個計型 用噴灑假設液體的話 這邊有個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自動計算 這個總共噴掉多少量 那如果再配上你的濃度 你就知道你總共投入多少種量 到這個田裡面 這些都是進步 這邊也只是死蚊子 但是這些進步以外 其實我們大總農業比較在意的問題是 好 這些東西都會進步 大家這個也看到了 可是我們大總農業 做了一個比較不同方向的選擇 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多聊一點的地方 其實我們是在既有問題上 去優化施肥的問題 你現在把肥料運到那裡 低關帶送到那裡 大家都覺得這個是一種進步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可是我們慢慢發現了 整個管理上 往內求的一些問題也是很重要 我這邊長講希望大家說有機會 認識 請問大家一下你們是農學院的學生 請舉手一下 大家都是啦 那我就不用科普太多 那大家對肥料應該有概念吧 肥料 肥料 NPK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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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反正肥料就是一種要投入的這個物質 但是很多人在學肥料的時候 一�開始就進入這個肥料世界裡 但是我們常常忘記一件事情就是 肥料在管理上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制裁 肥料是一個投資報酬率遞減的一個工作 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 其實有時候我就是覺得應該多講一點這種事情 因為所有的農民都認為說 我們剛剛講 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做越多 好像就會得到越多 其實肥料不是 肥料用越多 不一定越好 沒有那麼簡單 一開始 我常舉的例子就是我阿公 那個年代 我阿公說 情緒不適合 不好意思 台語可以嗎 也還可以 聽不懂我可以翻譯一下 他說 情緒不適合 肥料就有 就是跟做其實沒什麼好討論的 你只要施肥就可以了 其實阿公說的事情 並沒有絕對的錯誤 因為在那個時候 阿公的肥料很少 那個時候他是要拿到稻谷 去跟政府換肥料 那個時候肥料永遠是缺乏的 所以那個時候肥料是在這個曲線上 大家可以理解嗎 只要你有投入 產量就增加了 所以他們很迷信肥料 可是在我們現在的時候 其實 肥料是非常容易取得 我們已經 已經到什麼程度了 對啊 好 你幫我放好了 好 對 其實肥料已經到了臨界點的時候 不會因為你在投入 它就有更高的產量 很多這種基本的觀念 我覺得農民並沒有解決 甚至講一個我真的良心話 全台灣走了這麼幾百圈 我真的沒有看過現在的農業產業田裡面 是肥料不夠餓死的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都是 肥料太多造成了一個困難 所以其實農民的現在弱點其實在這裡 它到後面會更往下掉 很多人說這張圖是肥料學的第一課 應該要怎麼用 假設你現在就開始做肥料減量 我說我看過那麼多田 所有的落點都是在這裡 請問如果你少用肥料 你的落點會在哪裡 就會往後推 如果你農民發現你肥料用的少 結果你發現你的產量跟品質 完全沒有下降 那表示你肥料過多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運用面 我覺得大家可以拿起來用 如果相信我的話 你回去欠勸你的農民朋友 光是這一點 他就可以多賺很多錢 於是他就會慢慢想聽你的話 所以肥料其實是這樣子 好 下一張 大部分現在都掉在這裡 是一種過量毒害的一個位置上 所以我們其實不是想多做什麼 其實現在反而是既有的問題必須要優化 所以農業這個地方也是這個樣子 很多 我覺得農業是一種生活方式 他有很多挑戰要去進行 那你要追求自己什麼 第一個當然是更有效率 再來就是更有彈性 下一個 包括肥料很多人 也應該對他有一個基本認識 就是說肥料其實都是鹽分 任何肥料都是一個鹽分的供應者 依稀的貢獻者 你看 所以這肥料其實並不完全都是 幫助植物生長 當你過量的時候 對於這個植物來說 都是一種危害 長期來說危害就變成生長的抑制了 下一個 好 這我是想證明這個肥料 都是依稀的貢獻者 我們可以跳過去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好 任何肥料都是依稀的貢獻者 好 只要他沒有用完 他就變成肥料過量的一部分 哪怕是土壤改良劑 也是一個依稀的貢獻者 好 如果大家聽不懂 我想說要一些數據 那我們來看一下水稻的養分 好 下一張 好 這是呢 水稻的養分 就是你把它收穫每公噸 所謂要移除的這個肥料的總量 那就是蛋 零甲 鈣 都是它 重要的移除產物 請問大家 如果你把水稻 擱起來以後 把這個稻子跟稻草同時移除 它要損耗到最多的養分是什麼 大家看一下 這是什麼 蛋 這個是假 這兩樣是不是在賬面上 看起來最高的 下一頁 如果你只有移除 稻谷 那你移除掉的東西 什麼是最多的 什麼是最多的 如果你看不懂 我們就把它結合在一起 麻煩下一張 好 OK 好 其實它移除掉的東西 都是這個作物生長 所需要的養分 所以作物生長的部分 我們看到剛剛第一張 最大量的元素你看到兩個 第一個是蛋 第二個是甲 這是你把田裡面拿走的 如果你把這個概念也加進去 事實上你收穫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把稻草給拿走 其實你已經 你只有移掉什麼養分最多 其實最多的是這個對不對 就是蛋肥 所以這個水稻管理 很多 很多問題 就可以從這個表格 我們可以來聊一聊 其實水稻 如果你只有收割稻谷 在運用面上 你只有收割稻谷 你可能要補充的養分 只有什麼肥料 只有蛋肥 我們在實際上田間 目前農業大家也都炒翻天 有人說水稻肥要需要假肥 我們假設有一點想法的話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白米裡面 假肥的養分高不高 假肥養分不高 所以水稻的碎肥 需不需要大量的假肥 是有爭議的 因為產出的東西裡面沒有假 可是剛剛你看 種水稻的時候第一張圖 種水稻的時候 如果你把它都採收掉 它被整個連稻草跟稻谷移除的時候 移除最多的養分是蛋肥跟假肥 可見水稻的生長 最重要的兩個養分是誰 蛋肥跟假肥 如果你這樣繞一圈 你可不可以好好推估一下 水稻的施肥邏輯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什麼 江一階 水稻的稻草生長跟稻谷生長 需要最大量元素是蛋肥跟假肥 對不對 可是擱起來的水稻裡面 沒有假肥 可見假肥在哪裡 在哪裡 假肥在稻草裡 對不對 所以長稻草的時候 需要什麼肥 假肥對不對 長稻谷的時候 只剩下需要什麼肥 蛋肥 這個就往內求 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所有 很多農民施肥的時候 水稻的稅肥 他跟你說要用什麼肥 假肥 然後初期的時候不講假肥 顛倒過來 所以這施肥的問題 其實也很多需要被 優化的地方 還有一個 這是你從田裡面移除的 那大自然對 基本的養分 有沒有一個供應量 有沒有 有對不對 假設基本的供應量 在這裡 低於 假設自然的灌溉水 就是進來就這些養分 請問你要不要額外補充 有可能要 也有可能不要 那這邊最終最好的答案是 你為了什麼目的 決定你要不要補充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肥跳的討論 其實 有很多面向 當然我們是希望把一些 基本的邏輯錯誤 給指證出來 那當然大家也需要這樣的表 對不對 今天我來希望帶給大家的地方 假設有機會 需要這種表 全世界做最多的就是我們公司 而且是非常有可靠公信力的 這種表在哪裡找得到最多 其實也是 剛剛前面幾個主角者 他們講到的幾個痛點 就是很多資訊 你要找的時候他過於分散 包括我們家 我們家這些資訊其實都公開的 但是他可能在網路上 你要找到他散布在各個不同國家的 我們亞蘭的網站 台灣沒有亞蘭的網站 但是如果你要找到這樣的表 我認為現在資訊量最多的是 YAIA UK 所以還是你對植物營養有很 比如說像這樣的表 你要去搜尋 你可以記得這個網站 或者說你猜猜看 這個大的國家裡面 他的這個重要產物可能是什麼 你去找 一樣我們公司的網站 差不多你就會找到 這些微量元素其實就更低 我們就直接調過去 只是我們對這樣的研究 也都算蠻透徹的 這邊跟大家分享都可以拿來用 所以這個問題也蠻好玩的 所以稻草要不要 要不要賣給別人 稻草不應該被拿出田裡面外 田外面嘛 因為這樣的話 你拿掉的養分就很多 通常這些肥料也是很貴的 還有一個更深化的問題 就是也是農民常犯的一個錯誤 大家都農學院考考大家 水稻是洗鞍還是洗消的 資金背景 資金背景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就這樣 這樣直接公布這個答案好了 我們台灣很多人都在 就是用簡化的肥料知識 在告訴大家施肥的概念 那我就講比較再降一階一點點 因為我小時候我家是賣肥料的 然後那個老師就告訴我們一個口訣 生物課 老師就說長葉子要用什麼肥 大家勇敢一點把它說出來可以嗎 長葉子要用什麼肥 蛋肥 有沒有聽過 老師還怕我錯 還跟我講說你那個選擇題要選說 茶葉蛋 長葉子你就要用選擇蛋肥 結果你們知道嗎 這個葉子最重要的養分是誰 第一個錯的地方是 葉子不是只有蛋肥 對 那但是過分的簡化的肥料知識 就造成農民 在肥料認知上有很大的一個錯誤 那其實葉子裡面需要大量的蛋 甲跟鈣 這個地方又出現另外一個錯誤 肥料 大家都說肥料的三要素叫做什麼 蛋淋甲 結果我剛講 葉子裡面最重要的成分是 蛋 鈣 跟誰 甲 鈣排行第五名以外 所以肥料三要素這種簡化的知識 又害死農民 我常常這種是過去就是在 或者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其實很多正確的資訊 並沒有很完整的表達到 就是告訴農民它是什麼樣的一個 的一個情況 我也常這樣比喻 就好像說 你在下象棋的時候 很多農民都說 肥料怎麼可能我不懂 但林甲甘梅它是什麼作用我都理解 可是真實的肥料學應該要怎麼樣去解釋 就像一盤這個象棋一樣 你每一顆的功能你都懂 你每一隻都懂 但是你會下棋嗎 不一定 其實下棋這個邏輯 相生相克 互相幫忙 互相結康 這些事情 才是肥料學應該要去學的 還有一個我們常學肥料的時候 就會去想說 這東西叫缺鈣 這個叫缺鈣 這個叫缺鈴 這個叫缺鈴 有時候我們在管理上 特別是在管理上這個事情 你知道它缺 OK 這是知識 我也認同 可是在管理上有幫助嗎 好 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個小番茄 黑屁股 叫做缺鈣 叫叫缺鈣 叫缺鈣 農民看到小番茄 黑屁股 知道叫缺鈣 請問來得及嗎 來不及啊 所以管理上 管理遇到問題 不是知道這個叫缺什麼 而是你在過程中 如何讓這個東西不要發生 不要缺鈣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要去學的 但是大部分的農民沒有這樣的概念 這個叫缺鈣 然後趕快補鈣 其實也來不及 但是它在管理的過程中 有沒有把鈣這個元素的能量給壓制住了 它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發現這個 我們的問題還比較算簡單 就往內求求的到 所以水稻 很多人都說這個水稻田 水稻是洗氨 不是洗消 我有時候聽了我也是覺得 有點煩 就是其實水稻 其實任何作物幾乎都是洗消的 但是水稻的管理是古老的智慧 因為這個消在水裡面 燕養的環境 長期來說它會不存在 但是水稻洗消 但是我們竟然把水田的環境 變成一個消不存在的地方 可能大家不太理解 我再科普一下 這個蛋肥的代謝 它分成幾個階段 從有機鈦蛋 會變成氨鈦蛋 再變成消鈦蛋 大家可以理解嗎 很難理解 我舉一個故事好了 就是半夜的時候 你在尿湖裡面殺一泡尿 請問會不會臭 會嗎 通常沒有病的話 不太會臭 可是放到隔天中午 會出現尿騷味 那尿騷味是什麼物質 阿摩尼亞 對不對 那個尿騷味 融在水裡 阿摩尼亞融在水裡 就變成肥料可以吸收的 第一個 一個形式 我們叫做氨 這樣大家理解嗎 那氨呢 經過在氧化以後 在水裡面 它就會變成硝 這樣大家理解吧 那所有的作物呢 它其實大部分都是洗硝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水稻 消在燕養的環境下 就不容易存在 那為什麼水稻裡面呢 會把它水田裡面 要把消 這個因子給去除呢 原因就是 古老的智慧 這個鞍對於作物來說 有毒 但是水稻呢 它跟別人長得不太一樣 它有一根通緝組織 就是 它自己可以把氧氣暈下來 讓氨自己氧化變成硝 所以呢 它就具備了這個毒天毒厚的優勢 它種在水裡面 會不會自洗 會不會 不會 但是草會不會 會 甚至如果不自洗的話 也會被氨給毒死 這樣大家理解嗎 氨雖然也是一種養分 但是是一種有壓力的養緣 所以說它就會被毒死 所以我們老祖宗的智慧就用這個 用氨來控制雜草 再講白一點 就是用水田來控制雜草 可是現在人不知道連水田 根本的意義也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後面也有一些知識 就是我們應該要去把它補充回來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所以說 我也想表達一下我們存在的價值 就是假設你一直往前進 但是沒有發現一些在 比較根本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也蠻可惜的 進步會比較慢 那如果說像我們這邊的問題解決的話 大家對於效率 跟彈性上的這個增加 一定會很有幫助的 OK 那很多事情就是像我說的這樣子 其實高等植物裡面 它的三藥素排行榜前幾名 除了這個空氣跟水 可以給它的碳氫氧以外 其實前三名其實是 像這樣子 蛋 甲跟誰 鈣 但是肥料三藥素 卻跟你講說是蛋 靈甲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想法 應該要慢慢去理清它一下 就是三藥素 那我這邊提了一個問題 矽在哪裡呢 矽 那今天大家手上也拿到一罐 這個東西 這個矽產品 這個地方我 特別地他們廣告一下好了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幫他們廣告呢 大家可以猜猜 這個友達 會不會是要靠賣肥料賺錢 可以廣告嗎 可以 其實友達並不是要靠肥料賺錢 所以他們 產出這個產品 當然他有一些利潤給我們 但 這個細其實是我們台灣特有的一個 產業下的一個產物 所以呢 細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在植物體裡面 累積程度算很高的一個 養分的一個比例 但是我們這以前在學肥料的時候 就會說 這個細 是一個叫非必要元素 你們有聽過嗎 沒關係 以前就把它歸類於非必要元素 所以他就被這個遺忘了 比較可惜 然後我這個也想證明一下 這個 這個植物營養裡面 像這個葉子裡面 它鈣肥的比例其實最高 如果把它換算成重量的話 鈣肥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 甚至在有些作物上 其實像單子葉作物 它的細含量呢 大於氮肥 所以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養分 那過去像這些 就比較可惜 就在我們真正管理上 並沒有被討論到 像鈣跟細的這個重要性 就比較少被討論到 OK 那有答的其實蠻好的 就是他從這個 這個純細砂 把它轉換成純細 然後在切割這個半桃底的過程中 做出一個全世界 算蠻先進的東西 叫做正細酸 那是植物一定可以吸收的 所以我們今天把這個東西分享給大家 那這邊的話呢 我用一下我們這個雅蘭的一個網站 給大家測驗一下 你幫我點一下 這應該有連結 OK 好 可以啊 好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玩玩這個測驗好了 好 來 先下這個 好 可能大家對於肥料比較 比較不熟悉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大家一起來填填這個問題 請問你如果是農民的話 這個蛋肥你要怎麼選擇呢 大家這邊拆好了 好 對 我們都把它 我們這樣子好了 好 我們先點尿素 看他會怎樣 他出現一個臭臉 他不是最佳的選擇 其實我們在講的農業是比較進階的 我們希望更有效率 有更好的產出 更有競爭力 所以我們才討論這些 假設我們是一個落後國家 我推薦的肥料 第一包 還是尿素 因為種蛋的運輸量來說 尿素還是最經濟的 但是如果你的東西要很有高品質 要競爭力 其實我們就要討論 如何用 剛剛在那個圖裡面 我們要討論出來說 如何用最少會有最好的效率 那不同形式的蛋肥 就有被討論的空間 那簡單來說 就比如說假設我選擇尿素 他就會跟你說 用尿素的話 可能會有26%的蛋肥 會被損失掉 那就是有一個研究跟一個數字 然後如果你只用消 用消的話 你正確的使用 他大部分只有3%會損失掉 那這樣哪一個效率比較高 那背後當然還有很多 消耗蛋帶來的好處 這個是我們想去表達 如果是這個的話 我們就會盡量在高階的農作範圍裡面 我們去使用這個消 你幫我點個消 然後他就會給你這個 那當然如果你想對這方面的知識 有更多了解 我們在網站上 就會有一些計算工具 包含計算出來說 這個消跟鞍總共需要多少成本 你可以自己設定 這肥料多少錢 然後它有多少產出 就可以去套用 這個可能對今天這個議題 就比較有match到 那他會問你說 那你會使用硫磺嗎 硫這個元素嗎 就是S 過去在傳統的農業裡面 也不重視這個元素 但這個元素其實跟肥料搭配很重要 所以我們來點點看 你先點個No好了 這樣不好 因為假設沒有硫的配合的話 蛋肥會損失利用率會損失很多 你有可能有大量的產出是被隱藏住了 就沒有完全釋放這個蛋肥的能力 所以你應該選擇 留 而且還要注意到 你是一次給還是常常給 這都是肥料要去選擇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惜 現在我們台灣真的做這樣的一個宣導的人不多 我們來點點看一次給 使用留很好 但是一次給不是最好的方法 要常常給 但是給的很少 我們點那個 他就給你一個笑臉 好 那微量元素其實大家也很重視 那我們看你是不是用微量元素 其實微量元素 你點個No看看好了 微量元素缺乏 因為我們學肥料都會知道說 假設你缺少某一種元素 那其他元素的表現就會受到抑制 比較先進的想法 還有一個想法就是 鈣肥這個東西也蠻特別的 他跟所有肥料都會打架 所以他其實需要被個別來討論 那當然你就要用微量元素 幫我們點一下 OK 是 對 好 那假設你有這樣理解以後 他還會繼續問你 在蛋肥的利用率上 你如果考慮你的鈴肥跟甲肥 你就會慢慢發現 其實所有的肥料 我們只是用一個很簡單的問答 但是他想表達給你的就是說 肥料沒有那麼單純 你要考量到瘤 考量到這個鈴跟甲這些因素 其實對大家會最有幫助 再點點看 甚至你點一個No好了 好 對 好 你就要希望你了解更多 鈴跟甲 對作物帶來的好處 甚至呢 如果你點說 好 我有用 我有重視鈴跟甲 他還會問你 那你在什麼時候用 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施肥其實有 量啊 地點啊 時間啊 位置 這些都是施肥很重要的考量 如果你只有把肥料這樣打包來看 那很多sensor的話 那也判定有一點 少了這些啦 味道會差很多 OK 那這個網站也是我想推薦給 就我們公司啦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你就選這個 但你只要打YAR 幾乎我們的資料都是在上面 那只是也分散的很開這樣子 OK 我的報告比較簡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在台灣的部分 我們沒有官方網站 那如果你對肥料的部分 有比較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可以上我們 大同農業的臉書 那如果大家在田間管理上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簡單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剛剛有兩位講者 那兩位講者 第一位是高雄農來訓的四任 然後第二位是大蟲農業的大蟲 那我們四任這邊 我們先我們就輪流好了 就是Slido上 對對對複習一下 這個大家如果要提問的話 可以直接搜尋Slido 然後再輸入密碼的那個欄位 可以輸入COODFA 就是我們農業開放資料社群 那就可以找到Slido的提問頁面 那現在在上面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就是兩位講者輪流 那我們自然要不要到前面來這邊 對 那我們想說先來問 那他們我大概在總結 因為在場 現場應該有些朋友 是沒有聽到四任他的分享 那四任他是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的 他在這邊工作 他是公務員 那他們就開發了一個高雄農來訓的LINE LINE AT 那高雄農來訓主要是 就是你想得到你想不到的農業資訊都在那邊 如果我LINE上直接搜尋 高雄農來訓搜尋了 對 那大家可以先玩玩看 就是加那個LINE AT 那主要他有做產量預測 然後災害預警預測 那還有就是可以看說 甚至他就有希望農民可以變成像看盤的感覺 就是利用這些開放的資料開放的數據 去決定說他下一期的作物要怎麼管理 要種哪一些比較不會賠錢 或者是說預期下一期作物的產量 或是在哪裡種比較好 那又或者是說如果他已經收到警報說 這期因為高溫可能不適合種洋蔥 那他還有一些推薦的作物 那這邊就有人問說 高雄農來訓提供了很多model跟平台 那甚至有一些技術 那他想問實際驗證的成果如何 對 哪個方便 你就選一個你覺得方便回答的 以量化數據來講的話 我們因為把這些資訊都有做一些open 那像我們結合政策跟政策的規劃跟資源的挹注 這兩年有40個暗場裡面 已經現在有20個暗場有接我們的資訊 那這些資訊不是說我們直接給農民 而是廠商自補業者他去串接我們的資訊 再去做加值的服務再提供給農民 所以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其實也有一些廠商的夥伴 都會一直跟我討論說我的整個架構跟一些公開資訊 他們怎麼去應用比較好 那目的也只是希望說我們能夠把一些 我們覺得可以用的domain先把它整理出來之後 再幫助民間的這些產業者 能夠做進一步的加值的開發 大概是這樣 那至於我們自己龍來訓本身的話 其實那數據再打開line都看得到 就是放門越多人家越好 哈哈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第二個問題這邊 我們換大蟲 到前面來 到前面來 對不對 那 你到這邊 到這邊 因為進口來那邊 好 好 好 那這邊slider上有一個問題是 就是我們大蟲農業是YARRA 那YARRA在做 因為你們有無人機的服務 那在選擇無人機要噴肥 就是噴 你們有做會噴肥料嗎 還是無人機是噴農藥 就是無人機的應用是哪樣 哪種資材比較多 現在在做的 欸無人機可以噴灑的範圍 當然不只有肥料 那 應該這樣說就是 我們家的資材當然很適合無人機噴 那其實台灣還有很多 我知道 台灣很多無人機 就是機器在噴灑的這個參數 其實是 可能是今天我們這個主題想要去多了解的 再來剛剛看到那個UK那個網站裡面 你可以幫我點一下 那其實我們很多事情知道這個方向 但是還沒有在做 那其實 機器噴灑出來的東西 在下面有一個它是選擇吊掛的工具 它的翻譯會成這個樣子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最上面 你選擇 在這網站裡面 其實我們包含就是噴灑出來的這個量 怎樣如何跟它最大的分佈 其實這個也是一種 數據需要未來我們去慢慢呈現的 就是它如果包括走的這個路徑 或者是走的速度 那肥料 肥料包含肥料本身的製造 假設這個肥料顆粒大小都是一樣的 那你的噴法就不一樣 那像我們家肥料 也是是巧合還是故意我也不太清楚 我們家肥料在腹肥的部分是大小顆 那這個在撒布上的均勻度 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這方面的討論其實也蠻多的 在UK這個網站 它有一些影片 也有一些充分的一些討論 都在裡面有呈現 如果大家不嫌棄的話 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在前面幾頁裡面就有了 又不是就是在這個網站裡面 對 那就是大家如果對於 因為YARA其實是全世界 前應該第一大吧還是第二大的那個 那我們抽屏一下第一 第一大的肥料的業者 品牌業者 YARA是個品牌 對那他當然自己有做製造 那只是說他在台灣的 台灣早期比較特別一點啦 這邊就是講古一下 台灣的肥料大概 你去農田 你去農場裡面看很多肥料 基本上就是台肥 基本上大概大部分可能都是台肥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 啊福壽 福壽也有 那就是本土的然後或是國營事業的資材比較多 那他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早期政府就是農業是我們重要的國防安全的一個產業 所以這樣這類的農業相關的資材很多都是官方就是工部門經營的官股 對那那官股的好處是政府可以掌控國內的肥料的價格 還有他要賣出多少肥料 對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所以早期農民在肥料的產業上 農民基本上是比較被動的 反正原則上今天農會發給我哪一個肥料 或是農會推薦我哪一支肥料好用 他就會就去買 那甚至還有一些補助的政策措施嘛 比如說現在在推說 欸那個我們想要推有機肥料 那我就政策就補助嘛 補助你買一包我就送你一包 或是直接補你一半的錢等等的 那現在這幾年因為我們看到 鄉村裡面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那他會去反思說 那我阿公我也用了一輩子的台肥 現在我看到市面上有一些感覺品質更好 用量更少的 他就會比較願意去嘗試 所以這個大概是大蟲他們一個契機啦 一個發展的契機 因為你要把那個結構 你要去變動那個現在既有的肥料市場結構 是相對困難的 對因為你想想看你的長輩們 爸爸媽媽們一輩子就是用那個牌子 他就是很相信那個牌子 那你現在要去說服他說 欸我們換一個國外的品質比較高 用量比較少 會不會比較好 那這件事情常常在農村地區 就會造成世代的衝突啦 那這部分我相信大蟲他們也是有遇到 應該是遇到蠻多這類的問題 我可以聊一下嗎 好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我們大老闆是挪威人 那挪威人其實要求我們的工作就是 一定要走到第一線 了解農民是怎麼施肥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打個比方 這個田區他一年用10包肥料 我們希望他明年用9包半 但是他的產出跟品質不能往下掉 那所以這個事情也很奇怪 有時候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因為我剛剛有說我是肥料店的孩子 那我是其實被我媽趕出來 我媽說我栽培你讀那麼多肥料 你反而不敢賣肥料 那我媽就真的把我趕出來 所以我變成賣菜的 但是我原本是賣肥料的孩子 但是也很幸運 就是我認為我賣所有肥料都會心虛 對那賣這個家的我就覺得很紮實 而且我們的口號就是knowledge growth 我們是真的誠心希望農民肥料少用一點 所以這個挪威人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我這邊也感謝有這樣的機會 那我們的知識都是公開分享的 就是在網路上你都可以找到 而且都是不是隨便做作 都是有發表過這個論文期刊的 所以是蠻可信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自己對於肥料的製程 是非常要求的 在不只是有效的部分 有害的部分 我們自我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這個肥料值得大家的信任 那我這邊延續一下剛剛你 我也是問大蟲啦 他說請問現在使用無人機施肥的市場接受度如何 跟現有的人力施肥成本比起來 對農民的誘因高嗎 我講一個現實面的 現在是這樣 一個阿婆在嘉義水上 他其實非常討厭無人機 但是他被迫使用無人機 所以他知不知道無人機施肥的好處 目前在台灣他真的知道無人機施肥的好處 而去用無人機的比例不太高 但無人機是對的 他們現在被迫接受 被迫接受 剛剛我在講說無人機的使用 跟低管系統的使用 並不是我們真的主導這個東西的進展 而是其實講實在話 他是被迫 因為真的沒有人去做了 所以自動化低管系統 無人機的使用 其實他現在是被迫的成分是比較高 而不是農民真的一開始就主動擁抱無人機 這樣講真的講真的 到現在 對對對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這些東西 所以我說我們比較幸運 本來像想去建立一些有data的東西 還要自己去努力 像阿龜他們真的是很難 但是我們不小心 對 現在因為肥料你用越少 然後你用滴罐 結果我們就可以去研究 你到底用了多少肥料 這個反而無形間也讓 這個農業是有一點升級了 然後我們也很 覺得這是我們比較幸運的地方 然後無人機並不是農民主動擁抱去用 目前都是被迫去用 因為無人機的工作效率 以目前來說 以一台T30來說 一個人操作 就可以將近10公頃 這是有它的這個 很大一個效益 那如果你一個人水到天 你一天怎麼做10公頃 非常難 做幾分低就累的不行了 所以無人機其實有它的效益在 慢慢是被迫以後 才又主動擁抱這個無人機 10公頃的概念 大家這邊有概念嗎 你就大概 這底下下面一個籃球場全場 大概是一分低 差不多一兩分低 大概五個這個場地 大概就一甲地 一分低大概就 十分低大概換一甲 一公頃 所以你就大概五個籃球場這樣子 差不多嗎 再大一點 對對對 所以假設你沒有無人機的時候 以前應該說 我這樣不要把無人機講得太神啦 就是說以前 人還找得到工人的時候 那大部分的人都會故工 然後撒肥料 那他就可能 應該至少有兩三個人 可能就一個早上 那就大概六個籃球場 把它弄完 現在人找不到了 現在人找不到之後 早期就是我一個人 一個人去把這個六個籃球場弄完 噴完 那真的太累了 然後你要扛著那個藥桶 或是你要揹著肥料袋 那所以他們現在是說 就像大同講的 已經是沒有辦法了 就像 農民不是真的覺得無人機很棒 或是很fancy 或是多有效率 或是說多科技 他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然後已經找不到人了 他要施肥 他自己弄不完 他就只好來問說 那是不是帶盆 就是請一台無人機 然後請年輕人來幫他管理一天 大概會是這樣 這個也是 蠻有趣的 對 就是我們對農業的想像 跟農民實際對農業的需求 還是會有落差 我有時候也想這樣比方 就好像那個農業很像 台灣蠻多農業都好像 在一個建築裡面 他不知道有這個水龍頭 他們還去井裡面提水 然後進來這個大樓裡面使用 然後他們不知道 你跟他們討論說 這個水龍頭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不知道 事實上水龍頭比去提水 有效率多了 你只要demo一次給他們看 他們就接受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有時候你就是要試一次給他們看 就會知道了 然後假設我們今天討論了很多數據 真的有人用 他會用 然後有一個模組化 大家都會接受 很多人他就懶得學習 但是他就會去模仿這個模組 其實也可以幫這個產業進步這樣子 所以這些先驅者 其實都是比較辛苦的 像我們肥料也是 我們這樣講很奇怪 肥料算得精精準準的 肥料少賣了怎麼辦 對不對 結果我覺得挪威人也蠻酷的 我也問過他們這個問題 這樣肥料少賣怎麼辦 他說只有這樣做 農民才會跟著你 但我們的黏著度才會大 那這樣也可以 就現實面也考量到了 那食物面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是蠻喜歡我們家這個品牌 好 那我再挑一題來 我們請四人來回答 那我先問啊 現場大家有沒有想要問 兩位講者有問題 那我就 就是請大家可以把握機會 因為一位是從高雄來 一位是從雲林來 非常 機會非常難得 那雲林其實 大家是台北人的舉手 我講新北也算了好不好 新北台北 桃豬苗的 其實你在超市去買菜 或是你現在吃的便當 便當裡面的菜大概六七成 可能都是 台北的話大概六成 那不是雲林就是桃園 台灣的葉菜 就基本上你如果有興趣 你去逛超市 你看下那個產地 不是雲林就是桃園 然後果菜類的也是比如什麼 胡蘿蔔那些 胡蘿蔔 果菜什麼 豌豆 也都是雲林 所以雲林其實是 豆子是 台南 南投 跟 如果是 碗豆啊 或是彰化 喔彰化 對 然後明豆啊 對 豆菜是雲林一北 南投跟彰化 然後 葉菜類的大概都是雲林 對不對 那所以剛剛講說其實大蟲他們在 因為他們做肥料資材 他們在做 數據施肥 算是危機也是轉機啦 我們剛剛說他遇到第一個問題是 就剛剛說嘛 我如果你是住在一棟大樓裡 然後明明就有水井 或是有 明明就有那個水龍頭 但是你家 你阿公 你爸爸 你媽媽 你隔壁鄰居 一輩子都是去打水 然後去從井水提水來用 那你當然想 當然你也會覺得 那我也是要這樣做 所以他們在做事就是 闖到每個人家門口 然後跟他們說 其實你有水龍頭 那他事前其實是需要花很多的時間成本 去跟大家溝通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精準施肥嘛 那無人機它是一個轉機啦 就是說 早期大家根本都不會想要去問說 我到底我一個田 我花了 我灑了多少肥 反正我水就是開了就是開 該關了就是關 肥料人家叫我撒一包 我就是撒一包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 撒一包他就撒一包 那他現在如果是配合像這種無人機的 這種數位的工具 那他就可以至少有紀錄啦 我們先講不要去 不要說去計算 先有紀錄 對所以其實在農村來說 數位的工具的導入是一個 做數位轉型跟累積數據很好的一個機會 那前提是在於他真的有覺得需要 我們剛剛講我們都市人覺得 誒無人機很棒啊對不對 可是對於實際上在務農的農民來說 他沒事他不會想要去到無人機 除非他找不到人 所以缺工這個大概也是一個危機 然後但是卻對產業來說 其實也許是一個機會啦 就是產業做轉型 那另外剛剛農來訓這邊我看一下喔 好啦就是市人這個 我覺得這個你可以回應一下 他是說 就算農民不知道這個某個作物 比如說高麗菜好了 大概有預警 那這預警可能是第一個 可能就是天氣氣候有狀況了 再來就是產量已經過高了 但是會中的還是會中 那您剛剛的回應是說 這是一個選擇嘛對不對 那既然他是一個選擇 那就是說以你現在的推廣的 這樣子的經驗 你覺得選擇要去中的人多 還是相信數據的人多 你的這個問法有問題 沒有啊因為 農民都是選擇相信自己的數據 而去做出來的 相信自己的數據 這個問題這個回答真好 因為每個農民他都會去看他自己的盤 然後會去做出他覺得他會獲利的決定 只是說你要如何去讓他 幫助他去分散風險 那我們像我們問的是那個是高麗菜 有兩個層面嘛 一個是苗期供應的問題 一個是農民為什麼要去種高麗菜的問題 這是一個包含苗場的問題 跟高麗菜的問題是一個產業問題 那其實至少以我自己的觀察 在苗場他會有兩個類型 一個是他會先把菜苗先育好 先育好等你 那另外一個是你有跟我下釘之後 我才會去育苗 這兩大類型的苗場 那這兩種類型的苗場 他的策略本來就不一樣 那他們也都有他們的決定 就是苗場還是抓說 今年可能需要多 所以就多餘一點 那有些是我怕說我遇太多賣不出去怎麼辦 那不管怎樣 這也是苗場的選擇 農民也有農民的選擇 只是說對於政府來講 我們有沒有可能幫助農民的是 在他種植行為前 而不是他苗已經去訂了 才跟他說 可能那個苗太多了 他是說對農民來講 不管是高麗燒或香蕉 會覺得我一直覺得好像 我們可以再 是不是可以更好一點 因為農民他一定會覺得說 我訂過不然要怎樣 我可以不買嗎 我不買就棄單 棄單是誰的問題 換苗場又有問題 苗場的問題又怎麼 又回來又找政府 那不就是一個死胡桶嗎 不然怎樣 你種多也找政府 種少也找政府 要什麼都找政府就好了 那政府是不是應該可以幫忙 就是說把風險呈現這塊 我一直在思考說 我們怎麼把風險的呈現這塊 把它能夠更 讓農民能夠更清楚 幫助他在種植行為前 或是說他的銷售行為前 經由這樣的一個決策的過程 讓他有一些多一些思考 但是做決定的永遠都是自己 所以農民他會去依照他所接受到的資訊 去做出他最後的決定 這也不是農民 是每個人一定都這樣 只是說他會受到的這個訊息 是不是比較適合他的 他會不會被過多的雜訊干擾 我們如果去降低這些雜訊的干擾 讓他比較容易了解說 做出最適合自己的判斷 假設這些措施都沒辦法去打麻到他 當然以政府的立場 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就會很多措施進去 不管是救助 或者是一些產銷的措施 這是政府的功能 本來就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說 政府本來就理應也一直都在做 這些產業的輔導或是協助的措施 只是說在現行的架構的情況底下 我們有沒有可能有一些機制 去能夠讓農民能夠多一些思考 同時我們在幫助農民做這些思考的同時 也能夠去取得 我們其實很想要的這些種植登記的資訊 因為在種植登記的這一塊 我們過往的操作 其實大家如果去查相關的新聞 他都是很難去做推動的 因為他的結構太複雜 那對農民來講 他到底有沒有登記 對他來講也沒有差異 反正最後一定有一個保底的措施在 所以我們能不能形成一個架構 去讓農民他在取得他的服務過程當中 自然而然的就把這些資訊能夠取得 那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把產銷的預測 能夠做得更好 大概是這樣的架構而已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你們在做這種風險的預測 會不會到最後其實就辦補助的單位比較需要 因為你剛剛說 因為現在我們 我先打岔補充一下 他剛剛說 世人剛剛說 可以用一個更好的揭露方式 那如果家裡自己是有種田 或是你親戚種田的 你可以問他們 就是通常政府他要發 比如說他要發預警了 那他一定是公家部門一定是依循著公文系統 所謂公文就是要比如說最上級長官的農委會 他要開始決定 他底下的某一個單位說 發現比如說下個禮拜或是下一個月 會有高溫警報 那有可能某個葉菜會或是某個洋蔥好了 可能會有災損的狀況 那他可能就會發一個文 給地方的農會系統 應該是先給地方的縣市政府 然後地方縣市政府再把這個文 這個資訊給地方的農會系統 那一個公文最快 工作天大概三天 那你可以想像 他從最上面一直發發發發發到農會 到農會的時候大概已經過了兩週 然後你就會發現那個資訊的延遲性是非常可怕的 7月1號發現有可能會有災損 他發了文 等到你是農民 你有一天你走去農會辦事 已經是7月15號 你才發現15天前政府發出了預警 但是這個問題是其實意思大家都在 這個已經是一個國家級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在做政府的做管理或是治理的時候 如果用現在的公文的系統 或是用傳統的資訊傳播系統 其實是相對比較不友善 然後即時性也比較低的 那像對於農業或是栽損這種 你需要立刻反應的 既有現在的系統其實相對來說沒有辦法很快速的讓農民可以做反應 那我覺得市任他們在做的事情是相對一個 他有點是偏向體制外 因為他就是做這種在Line的Line app上 那你有需要你訂閱 你有需要Line app就會傳那個即時的訊息給你 所以這個東西我認為 但以政府的角度他不可能要求每一個部會都要做一個Line app 那個不太可能 對然後所以這件事情就變成是說 我們用一些不是體制內的方式是解決農民的問題 對那再來就是剛剛有說 對啊會不會補助單位反而比較需要你們的整個系統 你講的整個過程其實又是兩個問題 救助跟產銷的結構 這是兩個問題 那整個來講是 我們希望做的是數位治理或是巡政治理 這個很高調 這是我們談風政委的概念 因為剛好今年又參加總統北克頌 所以學了很多專有名詞 那這一塊意思就是說不管是怎樣的過程 我們在以整個的字裡面來講 我們都希望這樣的數位轉型的過程之後 可以把這些訊息的傳遞能夠更有依據 過往這些決策 其實我們依靠的他 他有時候不是上而下 他的過程正常講應該是下而上而下 也就是說一個現象的行程的時候是由雨情 雨情是如何產生是由民眾他可能有一些現象 現在最簡單的講就是你可能在臉書的某個論壇裡面 隨便爆料公社貼一張媒體他就咬上去了 咬上去之後就形成了新聞 新聞之後政府他就要因應 因應之後就產生了作為 所以是下而上而下的一個過程 那現在我們希望做的是 現在我有在思考 我們是如何在下而上而下之先 在雨情形成的雨程形成到 新聞的這個中間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切入進去 讓政府去協助他去做決策 而降低矛定效應的產生 一大堆明實的堆疊 當然簡單來講就是我們能夠盡量早一點 不要讓事情擴大產生很大的問題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你又不能夠讓政府資源的措置 這個很嚴重喔 因為你有很政府的 政府算說你覺得他沒什麼用 而政府亂講話其實我覺得 對產業很麻煩會很大 有時候可能一句話 會導致整個毛丁效應的產生 我們常常講就是樓地板等於天花板 這就很糟糕喔 那其實大家都是好意 可是有時候在市場的反應 並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當市場它跟政府之間 我覺得它是一個 就是你到底要怎麼去介入這個過程 他需要很小心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當產銷的過程 我們希望的是金融戰的方式 去盡量能夠早一點去有準備或因應 那不要說就是一直都是下而上而下的這種 有時候你可能雨情的反應之後 我們產生一些作為 但是這個雨情的正確與否 我們也很難在短時間之內 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 那這樣就會導致產業的一些影響 這是一塊 那另外一塊在救助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整個架構裡面來講 我們的這些保安保險的經驗裡面 我們都會希望朝向說一些指數型的方式 你有可能你會由上而下 而不是下而上而下 上而下就是說今天可能政府它會覺得 整個颱風已經進來了 那整個颱風已經進來 那就是顯而易見的 可以想像的就是可能災情一定嚴重 你會看到很多SNG車都站在水裡面 水淹到這邊了 這樣子 那這個都不用講 它就一定會上而下而去公佈一些行政措施 那但是一般的情況現在的 這個跟氣候變遷有關係 大家如果去注意到 我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颱風了 颱風到位置上去過去 取而代之的是什麼 是一些很微妙的這種氣象的狀態 而不是氣候的狀態 它會比如說酒漢 而且說酒也沒有很久 對氣候來講可能是一兩個月的酒漢 像最近賀鋼那邊又有一些茶葉的乾焊的問題 那些都不是在氣候上可以去理解的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去怎麼去思考去應對 現在的這種極端氣象的影響的情況 那我們如果去呈現出 比較容易去客觀的呈現 因為現在的狀況 不要說廠智慧農業的廠商 跟農民之間如何提供它服務 包括研究人員 包括政府的農政人員 都很難去理解為什麼 現在的這個天氣狀況 對這個作物會有災害產生 但是它確實又受災了 比如說可能早上安邦有講 芒果變少了 荔枝變少了 但是今年的荔枝 它是一度沒有過關 但是後來又過關又沒過關 為什麼這樣講 荔枝開發是一個低溫期的作物 然後二來是這個 它荔枝的課題也很有趣的是在於說 我自己的觀察 極端氣候它對荔枝 它不一定會產生影響 為什麼說不一定會產生影響 因為它只需要一個階段的虛冷的時間 假設它這個時間過關之後 它就會開發 最難的就是這個開發的時間 但是你的年均溫上升 不等於你不會冷 只是說你冷的時間 到底有沒有過關而已 今天來講就是像這樣 它沒有急冷 但是它常冷 常冷之後要過關 過關之後它開發之後 最後怎樣 瓜豐又淫雨 淫雨之後它最後又減產 所以在整個的氣象過程當中 它很容易就因為這些過程導致受災 受災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去應應 它就需要一些客觀的指標 而我們現在做的過程就是 如何把這些指標 能夠比較具體量化的呈現 然後幫助我們去做最後這個決策 比較指數型的 基本上很指數型的揪柱 或者是指數型的導線 也是這樣的概念來做呈現 所以它也是一個數位置領